《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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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书的话怎么会有力量 理论变成功夫 是需要一个方法的 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 简单的聊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要知道佛法 因为对佛来说 佛一定有说我们都是佛 那本来是佛 我们本来是有力量的 是吧 就像佛那样一样一样的 就是法力无别策万法源 无所不能 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力量了感觉到自己 不像佛那么 包括大菩萨都有无惧 实事无畏力 就是无畏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恐惧 我们甚至有吃有喝有玩 我们都恐惧未来 是吧 别说是有力量了 我们甚至我们连恐惧都消失了 我们老担心明天没饭吃 我们担心很多是 我们自己不担心 还担心孩子 孩子担心孩子 还要担心孙子 甚至担心很多事情 是吧 我们为什么这么多担心 这么多恐惧呢 何止没力量 是吧 这么多操心 这么多挂 是不是 当我们拥有这个杯子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把它掉了失去 坏的坏事的 别说是没有的 我们就是 就是 这种不满足感 就是缺失感 就是很强 永远有缺失感 就心里感受不到幸福 拥有 就是拥有这一桌子吃的 我们都觉得 明天可能会没饭吃 或者是 甚至 我们一生有饭吃 我们又担心 我们没有其他东西 民而内啊这些 就是而内啊 每个满足了 总有不满足的东西 总是感觉不到幸福 那这种 为什么我们没感觉到幸福 就是那种心灵 到底我们出现在什么 出现什么问题了 那佛学就其实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你感受不到这种圆满的幸福感 永恒的爱啊 永恒的幸福爱 就是什么都是在生生灭灭 因为我们在生灭里面嘛 所以你感受不到所有的东西啊 是因为你迷失了 因为佛是大念盘境界嘛 他活在大念盘境界里 他是永恒的 感受一切都是永恒的 不动的 所以他又无畏啊 无惧啊 这些所有的 那我们在生灭法里面 你一直 但是他为什么你在生灭法 因为他说你迷失了 那你这迷失 表现在六根上是表现在什么状态呢 就是你的分别执着 六根的分别执着 你看 你看不圆满 你有缺 你有缺失感 是因为你有死角 你有盲区 比如你看不到我这个角落的东西 这一块对你就是缺失感 你听不到一叠声音就是缺失感 因为你不是圆满的见闻觉知 你足有一些是感觉不到的 所以我们的心永远觉得有缺失 永远会恐惧 你看不到这样 你就对这块永远带着恐惧 因为你看不见 不知道这里面爬这个什么老虎 还是狮子会冲出来咬你 你不知道这有炸弹 会不会出现问题 因为未来我们不确定 就要这种恐惧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黑暗 都让你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等等 所以如果是圆满的感知 见闻觉知 就像佛说 六根圆通 你就可以有十四五位立啊 就是你圆满的感知见闻觉知 你突破了所有的维度 所有的极限 见闻觉知 你的六根突破了 你就力量就出来了 是吧 他说障碍你的六根 为什么你不是佛爷 你是肉爷呢 你不是天爷 也不是慧爷 也不是法爷 也不是佛爷 你是肉爷 没有分别执着局限了 就是一夜照目不见身 所以始终你要修功夫 就是破分别破执着 所以你要知道 这就知道了 你要练功夫 不是你坐在那儿 像石头端一样不动 是把分别执着放下 功夫是来自于你的分别执着 所以破了分别执着 你就力量就出来了 所以所有的佛法都是破你分别执着的工具 如果你只是把佛法背下来 记在脑海里 去到这个哲学研究的话 没有破你的分别执着的话 这个佛法是没有力量的 如果你拿到佛的一句话 佛告诉你金刚经啊 能也经啊什么 他讲那些的东西 你拿过来以后 把你的执着放下了 破掉了你的分别执着 力量就出来了 如果你出来 没有因为佛法改变过自己的话 你永远不会有力量 那佛法就是佛法 你那是佛说的跟你什么关系 你只不过是看看佛写的神话故事而已 是吧 你没有放下你的分别执着 但是什么叫分别执着 简单举个例子 一种是比如说我骂你 或者是我夸你 你都如如不动 你心不动嘛 我骂你不生气 夸你不 就是说哎呀 飘起来啊 这叫从辱不经嘛 那这个是修为就可以达成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分别 这个是修为 这个通过不动 这就可以 就是说 我不会分别 不会执着嘛 你骂我夸我一样嘛 都不分别嘛 是吧 我保持一个境界嘛 但是 但是你在本能的 就是说你已经分别了 你知道我骂你 也知道我夸你 是吧 还有六个本能的嘛 要打你一下 你可以不生气 但是你不能说不疼 因为你有本能的神经痛嘛 是吧 这个本能的分别执着 咋破呢 因为一种是我们修为上就可以 一念上粗的分别执着 可以靠忍辱来破 我甚至忍受我就承受我腿头 我承受住了是吧 这个 但是本能的这种分别执着 是靠我们法门来破 要修正的 就是修定律啊 通过定律啊 或者是 如如通过绝而不动 通过不动 绝而不动 把这个根层脱落 就是解脱 把六根突破所有的维度来 来达成的 所以需要法门 也走 但是还是 如果佛的还有就是 比如说 你知道佛 佛告诉你 因为我们执着这个世界 所有的一切嘛 都认为是真实不虚的嘛 佛说这是个三维角度 世界空间是假象 那么如果时空都是假象的话 那在时空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都本无生 如果世界是假的 这个境界 这都不是世界的产物啊 时空的产物嘛 是吧 他生在几几年 死在几年 这不时空嘛 那么他就是本无生境界嘛 当你一旦这个概念 你如果接受了 那么是不是你就可以 观这个世界一切 如梦幻炮业 就是说最起码你可以 以这个概念来修行了嘛 并不是说这个概念 真的是说的真理 因为你还不知道 个社会不二的见 那么金刚经 当他说观一切 是梦幻炮业的时候 你最起码能这样去思维 哦 佛说时间和空间啊 是假象 我们这是三维 那一旦突破三维 到四维 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假的了 到了五维 这个东西更假 当我越绝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是极有极空了 色光不二了 所以 那我从三维现在修嘛 不是三维修 那是不是这一切 如果内外界都是根层嘛 六个叶耳鼻舌尼 色神相比处 内境外境 如果内境外境都是梦幻炮业 是不是 你就不动了 如果他是有 或者你拿起放下都是有嘛 不管你是业力他 还是喜欢他 还是拿起他 还是放下他 说明他都在影响你 所以从不动开始 所有的修训 复法的修训 如果他是梦幻炮业的 你就可以不动 以不动开始 切入你本来的佛心 所以佛学的所有列功夫 都是以定来开始 但这个定不是像石头一样 坐在那 是不必静转 所以叫定啊 就是说 你安住在这 不必内外静转 安住不必静转 这个就是定 你知道吧 你在日常生活之后就可以 丑如不敬 这也是定啊 你就 但是不是 是很粗重的 就刚开始你的定 是一个粗重分别引起的定 就像 我不动了 你骂我 夸我都不动 但是你有个定义 他骂我 他夸我这叫分别 这已经了 所以你还要继续修下去 你才能有力量 不是说 他骂你 你不动你就有力量了 还没有 但是这是个入门 如果我不动的话 就是说 是去把这个理想明白了 还是去 通过不动 你回到你的佛 因为你现在是要 要 要功夫的嘛 是吧 要功夫呢 佛学的功夫 他说你本来就是佛嘛 这是最高界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你 你本来就是佛 那么是不是你本来就 他说本来一切具足 功夫是本来有的 你在你头脑中 想象出的佛的 如来的所有境界 你本来有 一切圆满 一切具足 六祖也说 本心里面一切具足 那么现在是我们要 视线出来是吧 你你你 你视线不出来 因为你分别执着了 你现在晃住了 就像你被控在三位 时空 控在很小的一个笼子里 就像老虎被控在 一个小笼子里 他施展不开拳脚嘛 你的分别执着就是 那个笼子啊 就是对司空的分别执着 甚至 我们现在能破 就是如果你只是 用意识来听闻我的话 你可能能破一些 粗浅的分别执着 比如说 你可以不定义 这个是红色 是吧 这个本能的你看了 就分别了嘛 红色 蓝色 黄色 这不是颜色的分别 你可以 本能的 你甚至本能的都不定义的 我管它是什么颜色 它是梦怀华 关我什么事是吧 我不管它 我不动 不必进转 但是时间空间的流动呢 时空啊 这些都要破的 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 不动来去休息 但是佛学把这个 长时间的 处在这种状态之间 成为定态 不必进转 成为定态 不必内外进转 不必慢慢的 一直进到 就是六根根 而且我们本来是空性嘛 佛性嘛 我们是 我们如果是本来是佛性的话 你不要看我这个 野耳鼻舌生意 是吧 假如我们是真空 佛性是真空嘛 无形无效无明 是吧 那连名字也不能交 我叫个真空已经是没办法 我们交流的 好 这个真空 这个真空 你知道吗 它 它一分别一执着 比如说耳根 比如说眼根 你眼睛 它分别 分别 一念分别 知道吧 形成了耳根根 当它分别动静的时候 形成了耳根根生成 一耳鼻舌生意 是六根嘛 你现在认这个是你嘛 还有色身相位处法嘛 外境嘛 我们人历史坐在这说 这是我 那是别人 是吧 我外边的 拽子360度我外边的 但佛说 这个层 这个根都是你 是同时生起的 就是说 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层 就是说 它是说 六根跟六层是小一只 就是一根 一个根上的两个花 就是并列的 就是说 就是并提花嘛 一个根上开的一朵花 如果我们现在是真空坐在这 然后 他简单的觉得 一念 一念无名起 分别执着了动跟静 好 动向跟静向 因为所有的声音都不还在动向里 没有声音叫静向 静音嘛 平时说没有声音叫静音 有声音都是动音嘛 是吧 那就大的范围 声音可以分为动静 那耳朵是纹声的嘛 比如说它从六根一根开始修 你先要了解这个 这个是从哪形成的 这是个真空 真空里面 一念无名 生起了 分别了动跟静 所以耳根跟声音生成了 就是耳根跟声音啊 就是六根的耳根跟声音生成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约通 约通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这个真空境界 不是 你现在是要回到这个真空境界 现在是真空 一分别性 是不是破中间 把这个分别性提下来 分别性提下来 这个耳根跟声音同时消失 这佛学叫根层脱落 所以修 不管是修什么 你不能在根上做文章 也不能在层上做文章 你是用分别性上做文章才对啊 所以你不能在身体上 你这个六根他说是梦幻泡 也成上也是梦幻泡 你在这两块做文章 是修回不到本源的 你只能修分别性 分别执着 众生都是佛分别执着 不能正的 你只能停下你的心 但是我们不知道心是啥 开始是意念嘛 开始是 比如说 我们一般人说 哎呀这个是红色 是不是 本能分别了啊 分别他是红的不是蓝的是吧 哇 这个是个茶杯 还是个茶酒 这是第二年 我喜欢不喜欢 这是第三年 哇打了挺可惜的第四年 我们总是拍原不断的 这种念头 跟着往处跑嘛 是吧 现在现在不分别的状态是 好 这是个红色的杯子 第二年就不起了 休息 因为你休息嘛 你就不再起了 不是跟着文完没了期 因为你在休息嘛 甚至你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 你都连他红色都不定义 没仇够近 统统不定义 他红的 他不一定是红的是吧 你也知道 但是呢 你就不定义 你如如不动地坐在这 这就是开始修行了 普通人是跟着攀缘 看到任何东西 没仇够近 男女像 跟着各种像攀缘往处跑嘛 现在你就尽量的往回拉嘛 停着这就是些 开始破分别执着了 那日常生活中的话 就是不必近转嘛 你外近 内近 内近 酸麻 冷脏痛 身体的各个健康啊 是病啊 外边的各种定义啊 外边的这些人来人往 七情六欲的影响 内外不动嘛 不必近转 这就是定嘛 通过这两 这种方法来破分别执着 通过不动来破 并不是从哪起放下破 是通过不分别执着来破 不必近转 不分别执着 来这样来破你的分 就是说 如如不必近转 然后来破你的分别执着 从这个入门 然后你就回到了真空的状态 根层就会脱落 眼睛是分别光明跟黑暗嘛 因为没有光明 你这些像都看不见嘛 是吧 就是因为对眼睛来说 它只有光明 光明底下外面 差别像全有 没有光明却是一片黑暗 啥也 黑暗像 全是黑暗像 是吧 因为对六根来说 都是一个星 一分别 一无眠 一分别执着 形成了眼根跟色彩 分别动静 形成了耳根跟深彩 所以你分别心一听 六根却是一星导致的 一个星的分别执着 你平时说我耳朵 我不分别这种能听到声音 你听不到的 你看死人有耳朵 他是听不到声音的 是吧 死人也有眼睛 他看不到图像的 死人耳朵也没掉啊 眼珠子也没掉 他没有意识的思维分别了嘛 所以你看到东西 听到东西 闻到东西 听到感受到东西 全是你的心在分别 思维分别 修行 修圆通根的话 就从一根来解脱 从心的不分别 六根全部脱落 你就回到了佛的真空 那你回到佛的真空 你就突破了所有的维度跟局限 就突破了失控的时候 你就有功夫 所以修行不是蹦下个佛 我这样说的是 如果佛那句话说 你本来是佛很重要 因为修行就 这样修行就不是说 那个佛果子那边 你直接跑过去去转 是回归啊 通过不必进转 通过定来回归 回来 当你的佛全部 突破所有的维度的时候 放下分别执着 等于是 你回到真空的状态是 等于你突破了所有的维度 所有的失控 没有局限性 没有障碍 无所不能 无所不通达 这才是真空的境界 不是什么也没有啊 不是像虚空一样 是策外法约 无所不能 深空俱足 法力无边 听下分别性 你就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有这个鞭子 我看了一眼之后 是不是 我 我不会去思考 是什么材料 什么 做什么用啊 是不是这样慢慢的就行 嗯 然后耳朵 就是外面有什么声音 然后我就要过了 你最好是从一个根开始 解 你不要眼根也同时 就只修耳根 是最好 因为佛说耳根是最灵的嘛 你看你睡觉睡着了 我叫你你也能醒来 能听到 这个耳朵是很灵敏的嘛 睡着了它都不睡觉的 一里之外 瞧着我们都能听到 这个耳朵在六根比较起来 这个耳朵灵 零 零呢还有就是这个耳朵 就好笑 因为声音无处不在 你随时拿过来可以休 你坐在哪里 山谷里面还有静音 是吧 所以声音就是风俱多 所以呢 你坐着 只从声音流休 你别的不管 一个根解脱 其他六根根跟着脱 跟它解 对到声音来的时候 因为你是破分别性 因为所有的根 都是由于分别性导致的 通过耳根把分别性破了 不其他根都解脱了 解脱就是 圆通就是 它六根的解脱 就是突破了维度 突破了障碍 突破了时空 通过一个法门修 这要快 当然是你说 我坐垫上修耳根 那说我 那说通过一个根修的时候 其他根也在动嘛 眼睛也在着想 耳皮根也在着想 嘴巴也在着想嘛 是吧 我要吃这个 不吃那个 我要闻那个 不闻那个 我要看这个 不看那个 是吧 那你就同时就是 不分别就行了 但是以一个根 作为最主要的训练 有点 就像是 一样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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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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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